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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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我在这一刻我应该我再想笑我觉得这事再可笑我都不应该笑 不都笑出来了 就很直接的 我记得是看有一人写文章 就是说你仔细看水浒传这是一帮什么人 整天没有工作不务正业 滴了个大刀在树林子里乱转 碰见人就上去打结 照今天全那个公安局抓起来 但是他其实你看我有时候看说书 我觉得他这个中国古人 他有一种距离感 有一种距离感 他不像比如咱们要说发生了一件杀人案 是这种距离感 对吧 感同身受 但是中国古人好像就有点 就那种古今多少世 都在笑谈中 他是一种传奇 中国的古人的话 跟现在的人的话 社会秩序 包括道德标准 这个法律差不多 问题的话 只有一个人是这种态度 这就是这个作者 史乃安 他就是对这些社会说不允许的人 大家结识的人 你放到现在的话 我们说他是英雄 当然这里边 我叫刘悦记里边 我对曹哥也是这种态度 但是公安局是肯定是不同意的 但是正是因为他不同意 他看来背景板一幻生活会是这样 包括的话 你像在梁山伯 说老豆想加入我们梁山伯 很简单 下山杀一人 杀一人你就是我们同会了 提人头就过来 至于杀的谁 我们不管 这样你从法律的角度来讲 你杀谁也不结设 但是从我们梁山伯的规矩来讲 我们的法律来讲 跟那个法律是两回事 没错 这还在结议呢 我们自己建立了一个法律 一个秩序 一个社会 我们这个社会产生了我们自己的政治 我觉得这个呢 是史南安这个人是非常了不起的 对 所以你看他这个书里有些事啊 我就觉得呢 像我们平常搞文涛拍案呢 我们是要批判谴责的事 但是在 现在你在作家 他就是镜子了 他就是说这是真的 而且我一看 我觉得生活里真有这样的事啊 我甚至都能想出是谁了 比如说他就说丢了一个U盘 这个U盘里呢 有这个行贿贪官的这个证据 而且给贪官现在姓贿赂吗 不都是给贪官找俄罗斯果 找韩国果 床上稿全给拍下来了 我捏着你的把柄 这事生活里可是真有啊 对 而且你知道他你 你说这事解答了那天 徐子冬老师的一个问题 他在这个书里啊 我发现刘振云 这可能是非常深的一个感触 至少两三次提到这句话 就是说 你看他这书有时候观察 挺好 我先跟你说另一个 说一个官的贾主任 打比方 就是有个漂亮女歌星在座 这个当官的聊天啊 明显比往常说的透彻和深入 这个咱们都会心一笑 包括我自己都这样 也这样 好多想不清楚的事 这个饭桌上有美女 突然全部说的淋漓尽致 妙语如珠 眼睛还不看见那美女 还是看见说话 但实际 扮着那头呢 所以他说一句 老说什么话呢 在权势和金钱面前 性算不了什么 这句话在书里重复好几遍 这里书里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贪官 这个贾主任 前头还有个帮他办事的 是他的下属 没找来一个女人呢 原来这次啊 他都先试一试 他都先过水 他都先过手 再给这个官 你明白吗 而且前一阵 徐子东老师不是提出一个问题吗 他就说财经杂志报道的 前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 和原中石化的一个总经理 说他才能不能理解的 说这两个人怎么共用一个情妇呢 说先是这个总经理的 后来总经理呢 又把这女的发给这个书记了 两人就共有这么一个女的 徐老师觉得无论如何很难理解 说男人怎么可能这样呢 你看他这书里不就揭示这种现实吗 徐子东老师是个老实人 这事他讲不出来 那跟割的肉一样 是个善良的人 其实来讲的话呢 就是不单是这个性的问题 就是不是说那个人在找性 在狼的面前的话呢 是人脱了裤子 你找不着这个狼 我觉得这个是生活的真实 另外的话呢 你周围见的女的是这样的吗 周围是这样 中国是这样 全世界都是这样 因为世界上就两种人 一个是狼 一个是羊 羊确实脱了裤子 你是找不着狼的 不是狼飞到羊圈里来吃羊 所以我也就明白 为什么咱老看那一朵鲜花插牛粪上 其实这是现实啊 牛粪才有营养啊 插你这清水里才能活嘛 是吧 所以这有一个道理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但有时候啊 什么事情你都看穿了之后啊 也变得没那么有意思了 就怎么讲呢 比方说有时候 你去一些高级的场合 一些衣箱病饮的地方 看着一些人穿得漂漂亮亮 有音乐很好听 在那吃饭跳舞 喝酒啊什么 如果你把它还原成本质的话 你想到的 你看到的 无非就是一群人想交配 想交配 所有事情都这么还原之后啊 这个世界变得很没趣 就是哎呀 怎么看什么东西都是 但是这个 文道说这个没趣的话呢 是等本质之后 它是没趣的 世界所有的事情到最后的本质 它都是没趣的 因为就比如讲我们三个 我敢保证 一百年之后 我们仨都是灰飞烟灭都没了 你说它有趣吗 但是的话呢 就是对于一本书来讲 对于一个作者来讲 它这个过程是有趣的 比如讲 那么一个场所 表面看起来 那么的庄严 那么的豪华 人穿得那么的高贵 但它最后你给它还原成 它的本质 确实是为了交配 这个还原的过程 我觉得它会是有意思的 人的范围就这点了 要不咱们跟动物没区别了 就因为咱先得来点香鞭 咱再交配 动物直接就上 不不不 动物也得跳舞 鸟也得跳舞 喷洒一下 一些气味出来 我上次看一个纪录片 真是那鸟的颜色 长得就跟英国绅士 燕尾符一样 公鸟就是在母鸟面前 嘎嘎嘎嘎嘎嘎 跳舞 跟我的人就是动物 跟动物一样 对 你说动物 咱也讲讲身体这一方面 它还有个胖与瘦的理论 就是说 心宽应该体胖 或者体胖应该心宽 但你发现不是这样 是吗 不是这样 另外的话 还有刚才那个话题 世上所有庄严和美好的事 你仔细想来是不敢想的 最后的收场都是以丑陋收场 这是肯定的 另外这个胖和瘦的话 也是在写书的时候的话 它会是一个有趣的角度 因为我30岁之前特别瘦 比现在也不胖 比这个还要瘦一点 然后40岁左右的时候 胖过 双下巴 最后我觉得一个书生 皮这么松 一个书生 手无伏击之力 然后胖 我觉得有点喜剧 最后又瘦下来了 当我瘦了再出门 所有的人见过 第一句话都是说 刘正云 你是不是病了 我就知道这个世界 已经被胖子统治着 我身受胖子理论的压力 刚才我来这个凤凰会馆的时候 我说我还得考证一下 我这个理论 确实街上走的 十个人 现在的中国人的国情是 起码六个 七个是胖的 脸也胖 肚也胖 腿也胖 我觉得这个基本的东西 它推出来的一个 我觉得它是一个有趣 胖子在统治瘦子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看电视 基本的国情是这样的 没错 不过这个好玩 就是因为同时 我们看到另一个相反的一个现象 就现在不是很多人要标榜要瘦吗 要减肥吗 但你发现在减肥想瘦的呢 多半都是女孩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还可以再归结成另一个规律出来 就是所有女人都想变瘦 然后去好吸引那些胖子的注意 好供胖子的意识吗 你不觉得是这样 比如说 我说刘老师说的对啊 比如说现在我们看一些夜总会里头的一些大老板啊什么都很胖吗 对不对 然后围绕着他们的女的都很瘦吗 这事儿 当然这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下来一个 就是最后头我有发现的话呢 我就把它写在这个书的这个封底上 因为我周围的朋友的话呢 原来野兽最后都胖了 因为中国不是有一次什么叫心宽体胖 对啊 体胖你应该心宽 但是恰恰 体胖了之后的话 心眼变得更小了 因为他街上显得挤 就是说你心里头更挤 另外为什么一胖兽论呢 我在世界上怕三种人 一种的胖子 我从小就怕 因为那时候我小的时候是个缺这个食物和糖分的年代 就我们镇上有一个厨子 特别的胖 所以呢 我见了胖子呢 我有点发怵 第二种人的话呢 就是这个人很严肃 就是他从你面前走过去 因为其严肃 我不敢怀疑他目的的正确性 第三种人的话呢 我就是爱生气的人 说这饭桌上十来个人 突然有着生气了 我就马上想 是不是因为我呀 最后我发现 一次都不是因为我 这是小人物当多了 会有这个感觉 你看别人脸色 你知道吗 你不够姓 这是不是冲我来的 就是这种 那要照你这么说 林妹妹呢 咱这聊聊 可以聊聊《红楼梦》 她也瘦的 林妹妹是统治阶级 被统治阶级 林妹妹我觉得是另外一种情况 我觉得这个曹雪芹的话呢 其实跟十来严肃还是有一拼的 就是所有的好的作者 当然它背景版是生活 就是它跟生活之间的关系 包括它跟艺术之间的关系 生活和艺术之间 发生一个化学反应 出来另外一种态度 价值观 所有好的作者 不是说他文章写的多么好 所有的作者的话呢 就在技术层面上 不管是结构人物 细节语言都差不多 真正的考量 我觉得是源头 创作的源头 他是不是对生活 有不同的见识 我觉得曹雪芹 曹老师也是这种人 比如讲的话 他心中理想的人物 跟十耐安有一拼 十耐安的话呢 是他向往的是杀人放火的强盗 但是曹老师向往的是什么人 贾宝玉这样的人 贾宝玉是个什么人 不爱读书 你放到现在说哪个家长的孩子 不爱读书 这个家长很喜欢的 是不可能的 他爱读西乡记 不爱读书 那些书在当时来讲 那就是电玩 就是网游 其实以今天角度来讲 贾宝玉是个玩网游的 第二个特点 爱跟女孩子在一起 第三个特点 爱吃女孩子脸上的胭脂 对 胭脂在哪放了 嘴上 那如果现在的话呢 就是你建议女孩子 就去吃她 啃她的嘴吗 那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流氓吗 但是曹家勤喜欢这个流氓 一个玩网游的流氓 所以作家一般跟流氓 特别欣欣相依 对 起码他是一个 他就按照他当时的这种生活和社会标准来讲 他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人 所以他厉害 包括的话是七鼻血 你看他多热爱 贾宝玉不是一个人 是块石头 林妹妹是什么呢 是一株花 花要死了 石头从这儿过 所以都死了 浇点水 浇点水活了 花对石头说 这辈子是暴打不了你了 下辈子我用眼泪暴打你 这任一世能有多少什么泪珠儿 准进得从春流到冬秋流到夏 这有学味 这有学味 是这个意思 刘老师能上百家讲坛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刚才你看文道说 最近百家讲坛还真讲西游记 江文中讲 当然刘老师一句 他们都没看懂 什么意思 我觉得不是说他没看懂的话 我不说钱先生没看懂 他确实看懂了 西游记并不难看 你如果看的都不算难看 从他到新故事来讲 包括人物来讲 我觉得这个 都是很好看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西游记不是一个 特别好的文学作品 就是他的重复性是太强了 9981难基本上是重复的 而且他所有的人物的性格是定型的 就是在这个作品里面 是没有发展的 这是个非常大的麻烦 但是的话 吴承恩吴老师的话 有一点也是可以跟曹雪芹 包括史南安站在一块的唯一 就是他创作史 源头的不同的发现 我觉得也是非常厉害的 什么不同的发现 9981难师徒四人 遇到9981难 妖魔鬼怪从哪里来的 不是在山林里长大的 不是在梁山坡长大的 自己考察想都不敢想 从天上来的 从菩萨那来的 从释迦牟尼那来的 是 邪 拐杖 一个弹鱼 弹鱼 变成妖怪下去了 我到您那去取经 但是所有的妖魔鬼怪是从你这来的 都问唐老师 不要再联想了 如果再联想 吴承恩是什么年代的人 我觉得对于生活 他是那么看的 我觉得他是太了不起了 而且像这种情况的话 只能出现在一个悲凉的民族 包括好多就是神话这种传说 我觉得都特别有意思 比如讲像孟江女儿 库长城 长城那么伟大 没倒过 他倒了 怎么倒的 被孟江女儿用眼泪给哭倒的 难到哪去了 还有你比如讲的话 就是我看的像白蛇传 白蛇传 但这个神话的创造者可是太了不起了 怎么讲 说邓文涛 跟一时在谈恋爱 在疯狂会会 每天一下班 就到此蹲在那墙角 然后跟一时谈恋爱 我觉得所有凤凰台的人全疯了 没错 但是的话 为什么白蛇传看没有疯呢 那倒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作者的态度 这个全中国这么多妇女 没有你一个看上的 你才去跟一个神谈恋爱 就是这个作者 对于爱情 对于人 他的失望度到什么情况下 哦 他这么解 不过也就在中国 你也算大逆不道了 所以为什么中国以前 叫人不能看这些正经读书 人家叫小孩不要看小说 这些是不能看的 这都是有违于世道人心的东西 你比如说像这种专门吹捧妖魔鬼怪 然后是这个正邪不分 甚至邪的东西都是从正的演变 异化而来的 我们小说特别多这种东西 但是有趣的地方就是 这些最违反中国正统思想的东西 却成为了我们今天认为的是文学的经典 是最多读书人喜欢看 最多老百姓喜欢看的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产品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文学 其实我相信他不是个随便的玩意儿 他有很深的寄托 因为那个时候的文人 你想他一辈子就写这么一本《红楼梦》 他是一辈子的经历 一辈子就写这一说虎传 他不是仅仅当成娱乐小说写的 那当然不是 肯定是有它的 因为它施奈安那个序 你就写得很清楚 另外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世道人心 我们眼前的生活是一个世界 没有问题 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世界 它是另外一个问题 做者会给它提供这样一个东西 他是向往的 所以文涛才读这个水壶传 另外的话 就是文学它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我觉得除了存在另外一个世界 我觉得它达到了其他人类 包括其他学科都没有达到的 就是它能够把时间给固定住 我们刚才说一百年之后我们全死了 但是确实有几个人没有死 清朝人 比如讲像贾宝玉 比如讲像林明明 还是十五六岁 刘月界 我希望是这样 这还真是有意思 而且你刚才说的重复 我也觉得挺 我最近对重复我也研究 你看你写东西 其实我就看到一种周二复始 弯弯绕 它找到它 它找到它 这种轮回因果循环的这么一种句式 而最近我看纪录片 古罗马的斗兽场 为什么气魄那么大 我才觉得这设计上太牛了 就是说它就是重复 一个一个拱门 一个一个拱门 那么多次的重复 构成了它的这个大 你包括今天这艺术 重复有气势 重复有气势 另外的话 就是所有人在做一个动作是有气势 千军万马 其实你要单个考虑 它不就往前走 但是一万个人同时往前走的话 它确实是有气势 一万个人在顺拐 那就是团体操 重复是所有艺术的基本 建筑上面讲的话 你比如说罗马竞技场 或者是这个伊斯兰的清真寺 它都是靠重复来建造它的气势 音乐上面是有重复才能产生变咒 才能在重复里面想花样 咱们枪枪三人行 不是天天重复吗 重复十年吗 演柳 事情也挺屁毛的 要怎样 Cinqqqd